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洋葱炒肉丝 那在做这道菜之前呢 先回答大家一个问题 有朋友问说 在做凉粉的时候 找不到绿豆淀粉 用玉米淀粉行不行 那回答是不行 因为我早晨刚试过 这是我刚做好放凉的 看似呢一模一样 它也成型了 但是呢摸上去是绵绵的 那你吃上去肯定也是不行 所以只能用绿豆淀粉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做新的视频 我们用两只小洋葱 大只的一个就行 适量的肉丝 牛肉猪肉都行 肉丝先调味 料酒 适量的盐 少许糖 最后下些淀粉 拌匀后待用 洋葱 洋葱呢两头去掉 撥去外层的皮 干干的一层拿掉就好 中間一破二切成絲 那有時候呢我會這個方向切 但是炒肉絲啊我喜歡這樣切 感覺這樣容易炒爛一些 開火放油 油溫溫的肉絲就可以先下 編制到肉絲變色 起鍋先 洋蔥直接就下 邊炒到酥水 老抽上色鮮 一點點 再放少許鹽 那如果你放生抽的話 就要多放一些才能上色 那鹽就不需要放了 炒洋蔥一般不需要放糖 因為它本身就很甜 然後呢我們鋪一些水 蓋個蓋子 讓它煮爛一點 大約兩三分鐘這樣子 看你要它多爛 蔥煮好你可以翻一翻 最後肉絲回鍋 最後肉絲回鍋 翻勻 翻勻就可以裝盤了 好今天這個視頻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